什麼是兒童罕見疾病呢? 意思是患病率極低的疾病 大部分都是遺傳造成的 但亦有些原因還未明白 或是非遺傳的疾病 由於這些疾病很少見 小朋友被確診出 雲華醫治的路 都是遙遠且漫長 有哪些不可不知的兒童罕見疾病 家屬需要盡早發見和盡早處理 以下就交由專家講解吧 這個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我們簡稱AML 起義同來說是一個很慣經的癌症 我們每100萬個小朋友裏面 大概有6至7個 香港人口 小朋友人口大概110萬 所以我們在香港每年的新症 就大概8個左右 全部在兒童醫院醫的 現在我們叫peak incidence 或者發病率最高的稅數 最高的頻率 就是大概在小朋友的2至8歲 AML其實就是我們身體造血的血液幹細胞 它出現一些基因便移的時候 產生的我們正常的血液幹細胞 我們是做血 所以它會做我們的血小板 紅血球、白血球 但是當這個血液幹細胞 它變成一個AML 有一個特變的時候 它這些血液幹細胞 就會不再去做我們的白血球 血小板 它會不斷去複製自己 令到我們的骨髓裡面 是充斥著一些癌細胞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它的一個病徵 就是一個小朋友有AML 它是做不到正常的血 所以它的血小板會低 它的紅血球會低 所以就等於它的貧血 貧血的時候 它會很容易出現流牙血 又或者身體如果撞一撞會癒 這些就是我們會有一個警號 可能會懷疑 它會有些問題 那就要入院去檢查 其實AML整個治療模式 由1960年代開始 到現在其實都沒有變過 就是第一 高劑量的化療 這個化療藥物可能有5至6種化療 我們採取一個高劑量 而它的整個治療的療程 大概是6至9個月左右 經過這些我們叫傳統化療的治療 我們在兒童AML的小朋友的生存率 總體生存率大概6至70% 即是說我們10個AML的小朋友 我們用傳統化療可以醫好6至7個 但是如果小朋友是醫好之後復發 這個生存率就會顯著降低 有些文顯記載 一旦復發的話 它的生存率是低於40% 精準治療這個系統 我們在5年前建立 其實就是針對一些復發性AML的病人 因為它對於化療藥物可能沒有反應 我們就會在實驗室裏面 其實幫小朋友用它的癌細胞 在體外做一個藥物篩選 然後知道哪一種藥可能是有效之後 我們就會將這個報告交給醫生去做決策 我們以前的治療模式 就是當我們復發的時候 化療沒有反應的時候 然後我們醫生可能會覺得這個藥有效 然後試一次 然後沒有反應再試下一次 這樣的時候 其實對於急性 因為我們叫急性的血癌 你試了一兩種藥 其實它沒有效 基本上小朋友很快 就已經沒有機會再試第三種藥 但是這個精準化個人飼料 我們在一個實驗室做的藥物篩選 我們只需要三天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小朋友很可能會受益於某一種藥 所以基本上對於這個治療模式有什麼改變 就是我們現在有證據去下藥 就不再是靠估 我們現在可以更精準地去決策 下什麼藥物去治療一個復發性的AML 這兩個病人其實是我們在兒童醫院 真是用精準化個人治療去醫治的病人 這兩個小朋友都是AML 一個病人是14歲大的病人 一個是14個月大的BB女 兩個都是多次復發 有一個復發了兩次 有一個復發了三次 我們基本上在臨床上 因為兩個都做完骨髓移植 基本上都是一個絕症 即是束手無策 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把他的骨髓的癌細胞 幫他們做了藥物篩選 就找到一個比較好的藥物 就給了這兩個小朋友去用 而十四歲個月大的男生 病人的存活期多了兩年半 而那個BB女的存活期多了一年半 所以基本上我們說急性血癌 本身如果絕症的時候 一兩個月是沒有命的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有些曙光會發生 就是說用了這個精準化治療之後 可能會令到他們的存活期增長 甚至如果我們可以完善這個系統 這個都是我們研究的方向 甚至有一天可以跟遲這個疾病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小鈴鐺